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队长方的一个血量也是被观众方牢牢的锁死 这样的话直接被守施 紧箍咒是直接可以守施的 队长方的一个立批批过来 2400 队长方拉起来应该得出孩子 队长方没有选择出孩子 而是选择出顺法 你这样的话每回合紧箍咒都会守施 你这样浪费的一个九转的一个速度 有可能会比较快 观众方没有办法清掉对面的一个宝宝 只能任由对面蹂躏 队长方的一个立批再次批过来 5000血直接把观众方扯倒在地 这个时候观众方还有一手隐身的一个配速 拉起人窝人窝继续戳 观众方拉的这手虚弥是把对面的这个立批童子给打神 但是好在是把对面的一个寻觅给扯飞 可以看到观众方也是打得非常细节 这样的话队长方也是陷入了一手苦战 队长方只剩下一只宝宝 观众方继续拉瞬机 队长方的一个宝宝把自己提起来 虚弥手势 无奈对面是一手法系虚弥手不吐 队长方赶紧戳出了一只瞬机外星人 这只外星人的话有克制技能有感知 直接是瞬机掉了观众方的隐身配速 观众方一手巨岩破砸掉对面的一个宝宝 队长方也是拉出了孩子 哎呦 这个外星人的话太帅了是吧 观众方一手热光滑 但是没啥抗性 血量也不是很多 比赛来到第十三回合 队长方利用自己孩子的一个无消耗的一个点拉 持续和观众方打这种尸体战啊 给观众方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 观众方也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内结束比赛啊 只能就是说通过这种紧箍咒 因为观众方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清掉对面的一个孩子啊 对观众方 对观众方 第十五回合 观众方有一手一速 所以场上的一个局势 稳得住 这样的话 观众方直接是被对面倒地 观众方有一手隐身的一个宝宝 只要这手宝宝在场的话 观众方就稳得住 而且观众方的一个前面牌高鬼魂 等会也是可以起来 观众方 第十八回合 对面来了一手风雪三云 一手大秒 这样的话观众方只剩下一只宝宝 对待方的一个奔雷 奔雷宠的话是可以守时 这样的话观众方应该是没了哈 因为主要是观众方 拿不掉对面的一个孩子啊 很难受 对待方再次被守时 难受呀兄弟 一手冰框诺 两间接 关众方应该是直接放弃了